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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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总 什么时候开始啊 纠茶翻译了 你找人给他们表演功夫茶 能拖多久拖多久 整个高速都堵得死死的 你甭跟我废话 王旭 我这么重要的招商会 要是因为你几个翻译 给我讲黄了 我跟你没完 你听清了吗 我 洛总 现今情况 都知道了 嗯 我们的货让费尔然都拒收了 杨氏在后面搞的手脚 现在货物滞留在西班牙港口 杨豫猪 你这是干什么你 从你们进入玉珠集团的第一天起 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 这些年大家一起扛了不少事 现在暴风雨就要来了 不能指着船长一个人掌舵 该拉绳拉绳 该撑翻撑翻 我相信陈江河的智慧 我也希望你们能相信他 来来来 大家听我说 现在生产部做好跟客户的沟通工作 还有国内贸易部 维持好我们的客户群 国际部 全力以赴配合陈董 打通渠道 听明白没有 明白 好 大家各就各位 兄弟们 每个人都认真地看看 针对刺激语系的客户资料 这个是早上起来公司发给我的传真 大家加把劲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您好 请问一下 洛总现在在哪里 洛总让先送您回家 他今天有个重要的招商会 本来是要亲自来见您的 谢谢 洛总 什么时候开始啊 就差翻译了 你找人给他们表演功夫唱 能拖多久拖多久 你到哪儿了 妈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整个高速都堵得死死的 你甭跟我废话 王旭 我这么重要的招商会 要是因为你几个翻译给我讲黄了 我跟你没玩 你听清了吗 我 我知道 我 为什么不让他们自来翻译呢 万一翻译被收买了呢 这招你们不是用过吗 再不行 我可以帮忙 至少我懂西班牙语和英语 谢谢你来啊 但是那个屋子里头 可以开一个联合国大会了 两个预众肯定是不够的 谢谢你 哎 小陈 是这样的 我之前管你要的那四个翻译 你能不能让他们 马上给我赶过来 对 马上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这是 daí 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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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誄刹员 意了 我的 Survog book 糊茶翻译了快 你知道这里边呢 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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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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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阳先生 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嗯 你说你需要一天的时间思考 可是到现在你还没有表态 我们的货正在港口滞留 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嗯 路透 稍等一下不好意思 那些厂子都知道货物滞留广场的事啊 几个厂长闹着要停工 都想见你啊 在哪儿呢 都在厂门口呢 怎么办啊 路透 添乱了这话 想办法把门弄到奔卧室去 千万不能让他们跟外商见面 好 那我先去了 嗯 你没怎么变 还是老样子 我呢 你变的还挺多的 我刚才 第一眼都没敢认你 是吗 嗯 那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呀 当然是变好了呀 你看你现在混那么多国家的语言 你都快成了万国博士了 你可千万别夸我 那是因为我比较爱旅游 一到放假的时候呢 都去我喜欢的国家 到了那儿总在学点语言吧 所以我会的呢 只是皮毛而已 我都知道你用三年的时间 我都知道你用三年的时间就把全部的学分都拿下来了 而且还去旅游 什么时候都没耽误 你那网上的那些照片我都看见了 我每到一个地方 看到那里的景色那么美 就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 因为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一个人去看的 啊 那个 进学期 不是特别忙 所以我就 经常上网看一看 是吗 啊 啊 梁耀先生 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的信任和诚意 对不起 我错不了 为什么 我所有的伙伴听完这个计划以后 都反过来劝我 在玛德里市场谁跟菲尔兰都对着干 就非他们以后不再搞贸易 他 他这么可怕 他的出角升到欧洲每一个市场 他掌握各国之间的贸易资源 而且我们都有机会求到他 我不能 因为你们这批火 断了自己后路 理解 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我只是有一点遗憾 我找来了一头 温顺的狮子 哎 我跟你们说啊 再过不了几年咱们全部都在网上做买卖 到时候足不出户 就在网上想买什么买什么 照你这么说 以后我们家传业干脆倒闭则了 人家都不去挂商店 同家动动鼠标 要我们干吗 你这个当哥哥的 要鼓励弟弟有梦想吗 对吧 哪怕是白日梦呢 哪怕是白日做梦 这不是白日梦 都是真的 我说你这小脑袋挂里装了多少东西啊 嗯 你弟弟啊 是在野外的货车里生出来的 真是尿不湿 妈 丹爸说 这就是天才降生的 妈 别说了 妈妈说你是天才的呀 那 可是天才跟尿不湿有什么关系啊 小陆啊 一直都是天才 但是他也一直用尿不湿 那你也天才 你小子 你知不知道 网络现在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你知道 我不需要知道啊 你上会儿买了一个球鞋是不是 最后不还是退回去了 那号码不对啊 随便说嘛 你要是在店里买 不合适 我马上再给你拿出个七八双 那他网络做得到吗 那家里技术不够成熟啊 你可别说成熟的事 美国 欧洲 成熟吧 也没像你说的那样 不信你问你小燕姐姐 排骨萝卜汤 哎呀 赵姨啊 我以后可能就见不到你了 这个 你要失业了 以后就没有保姆这个行业了 谁说的 这小子 我们以后想吃什么 从家里点点鼠标 人就给送过来了 赵姨姐 逗你忙的孩子们胡说八道 你还当真呢 吓死我了 我想这种情况好像只有在那个 什么科幻片里才有 是不是啊 赵爷爷您别忙了 休息一下吧 不忙 你可是我们家的贵客 赵姨这话不对啊 盐盐是我们家里人 可不是客人 对对对 是家里人一家人 总听小薛念叨你 听得听成熟人了 今天全是我做的菜 多吃啊 我 我什么时候老经常提起她了 你看 我又说错话了吧 我这个破嘴 我不说话了 你把嘴闭上吧 怎么说话呢 你跟赵姨道歉 吃饭吃饭妈妈 赵姨你别走 不用道歉 都是我的错 对 这 对对不起啊 哥你输了 小姐姐万岁 万什么岁啊 快吃 没想到 我们小鹿是个小神童啊 对啊 在我们班 他们都这么叫我 我可是我们班 第一聪明的 嗯 第二聪明的是蔡晓丹 蔡晓丹 女孩吧 嗯 你想多了 我们可没那关系 嗯 没那关系 是什么关系 我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关系 我对童谣 他们太幼稚了 他们太幼稚了 姐姐 你本人比照片漂亮多了 怪不得我哥 天天看你照片 说什么了 没什么 哥 快点快点 这是我的房间 你接什么 哥 快出去 哥 快点快点 快快快 你喜欢那翻转 不是东里还是非东里 你解决点 出去吧 哎 哥 再见 胡说八道 这是 我挺奇怪的 小鹿怎么知道我喜欢玩翻转呢 谁知道啊